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这部电影上映仅仅9天 就成为2023年最快破亿的台湾电影 目前的票房更是来到了1.4亿 累计超过40万观影人次 反应相当热烈 导演陈伟豪之前接受采访时 曾透露许光汉林伯红 这类人鬼CP是他心目中的首选 除了两人的演技非常值得信赖之外 也因为他们有夫妇脸 从外表看起来有点相似 应该能产生不错的化学反应 对此林伯红也透露 当初在读本阶段时 某次许光汉戴着鸭蛇帽低头看剧本的角度 连他也被吓一跳 想说怎么看到另一个自己 在电影宣传期间 许光汉也曾对林伯红的照片表示很疑惑 到底照片中的人是对方还是自己 可见两人的外貌相似程度 是连本人都会搞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